Hello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用Albo Trading 幫助到我們在跌市裏面 做更好的投資決定 今天用了騰訊來做例子 因為騰訊是一隻很特別的股票 它的趨勢是比較長 它也是一隻之前升得 比較好的比較漂亮的股票 今天想用一個比較簡單的策略 就是一個黃金分割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這麼簡單的策略 如何可以幫到大家 首先雖然很多朋友 知道黃金策略是什麼 但也有很多朋友 就算知道之後 在大家自己買買的時候 很少真的會用到 這些技術去幫助自己 做一個投資的決定 如果在電腦裏 其實我們設定了這些策略 在我們的股票裏面之後 其實就可以自動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買入和賣出的 今天我就用了一個 9和50的黃金交叉的策略 而放在騰訊裏面 看看效果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從2004年到200年 整體的狀況是不錯的 其實總共的收益 雖然賣出入的次數多了 總共的收益 其實是會高過我們 長期持有的收益 舉些例子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我們是用 這個9和50的黃金交叉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的趨勢是向上的話 其實我們都可以長期持有 一直到趨勢完結為止 當然也有些時候 其實它可能入市的時候 會入錯了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在我們的L高 其實是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說 在最近的市況裏面 其實有470多元 跌到380多元的時候 策略已經叫我們 可以沽出 可以先持有現金 簡單來說 其實大家如果 已經之前買了騰訊的話 如果你用這個 9和50的黃金分割 這個策略來說 其實380多元 已經是有信號 叫我們可以沽出 甚至乎在某些系統裏面 可以自動幫我們已經沽出 就可以避免到 我們之後那百多元的跌幅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 我們留下現金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說 我們在價值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現金 或者更多的子彈 去做一個買入的動作 整個動作當然是 令到我們獲利會更加多 再看看 騰訊剛剛升的時候 在十多元的位置 其實也試過有些 大的向上的趨勢 然後當它慢慢回調 去到調整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跌了大約10% 其實信號已經叫我們沽出 但整體 騰訊的股價 其實當時是跌了四十幾% 差不多跌了五成 所以用這麼簡單的策略 其實已經可以幫助我們 避免了一些很大的跌幅 或者在一些比較好的位置 我們可以入市 其實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 其實一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我其實可能用人肉 或者用肉眼 已經可以看到操作到 這個也是的 不過其實我們如果設置在電腦裡 其實它會有指示 去通知我們 又或者等於有第二個聲音 可以提醒我們 告訴我們是時候買入 或者是時候沽出 這件事也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 去幫助我們的話 可能由騰訊四百幾元 最高位跌到三百八十幾元 我們便會覺得 跌了這麼多 可以再等一下 看看 但當然我們現在看 跌到二百幾元 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當一刻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有電腦告訴我們 甚至乎電腦自動幫我們做了 我們便不需要有這麼多人的參與 可以避免很多人性的弱點 當然剛剛我說的這個例子 只是用一個很簡單的策略 或者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策略 告訴大家其實elgo 怎樣可以幫到大家 在現在這個跌市裏面 都可以有更多的盈利 或者減少過虧損 但大家記住 剛剛我說的這個黃金分角 其實它都有它的弱點 首先就是第一 它會比較濟厚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說 所有的moving average 其實都是看回以前的股價 拉一個平均值 所以其實無論它在買入 或者是沽出 都是會滯口的 第二就是 其實它那個紫舌的位置 其實因為我們用了9和50 50天線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大家會看到 其實那個紫舌位 其實都不算很近 但當然 其實因為本身騰訊的波動 會比較大些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避免到一些大跌 而剛剛我說的這個狀況 大家也要謹記 就是黃金分角 可能未必適合在一些 沒什麼大趨勢的股票上 或者是一些長期上上落落波動 又或者是長期上上落落都不波動的股票 可能就未必很適合 剛剛用我這個策略 用這個方法去分析 當然不同的股票 其實我們可能是用不同的策略去分析 而我們究竟什麼策略 才適合什麼股票 其實我們是需要經過測試 經過回測 甚至乎經過很多的 forward testing 我們才可以決定到 剛剛我選了這個騰訊去做黃金分角 也是因為它有大的趨勢 而它的波動也是合適 所以用黃金分角去分析騰訊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很多朋友可能都會想 其實我未必會做港股 當然這些方法也可以放在美股 或者放在其他產品 只要大家有數據的話 放在系統上就已經可以幫到大家了 這樣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模擬組合 在過去一個星期的走勢是怎樣的 可以看看 其實過去一個星期的市房 都是比較波動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一些過夜的時候 一些gap up或者gap down 在日內其實那個上落 相對來說就不太大 所以我們有四條策略 其實四條策略加起來 其實在兩星期內 是有一天盈利的 另外有三天都是輸的 整體來說都是輸少少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一個趨勢的策略 VP 它的走勢是比較一般的 因為其實VP是需要一個 比較大的趨勢 才可以捉到那個盈利 因為它的時間會長一點 相對來說 看看ST2.0 其實雖然它也是趨勢刷 但因為ST2.0 它的敏感度會比較高一點 它的周期可以短一點 所以大家會看到 整體來說 ST2.0的盈利情況是不錯的 去到MC6.2 之前都說過了 因為MC這個系列 其實它是一個鐘擺理論 在這些趨勢的市場來說 其實MC的走勢一般 不是怎樣輸 亦不是怎樣贏 雖然剛剛過去的星期 可以總結 其實都是輸少少 但其實我們會密切留意 看看市場如何 當然如果在一些情況下 那個Gap Up或Gap Down的情況 會多了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考慮 會加一些過夜的倉位下去 暫時我都會密切留意著 剛剛這四個策略 看看它的組合的情況 會怎樣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Like或Share給你們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我的課堂 可以留意我們 將來很快就會有我們的分享會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 都會對股票方面有興趣 我們也會搜羅多些 關於股票方面的 一些Algo Trading的資訊 會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記住密切留意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